2018要白白了,双十一要来了,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是一样的,想花钱的时候摸摸兜里,忧生就此二言的无边无际,地老天荒,那么,在距离2018,结束只剩五十多天的时间里,你还有没有机会再捞一笔,还有没有希望让自己闲鱼翻身,一跃往首付的方向奔跑,奔跑呢? 今天重磅揭秘年底财运,独家福利,认真记笔记,参考太阳家上升,白杨左,那么呢?其实白杨左的2018最后两个月,应该想的是如何向外发展,以及维护合作关系,这两点你弄明白了,明年的财运就奠定了极好的基础,所以呢? 这段时间不要焦躁不要贪心,因为也没有啥突飞猛进的空间,还是要以稳定为主,注意11月17日水星,开始在射手做逆行,然后12月7日在天蝎座恢复顺行,也就是说,12月中旬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加油站, 把握机会把属于你的利益和分红,减少要回来,也可能你不要他们都会自动走进你的账户,那段时间涉及到投资,理财,税务,信用等事务发展的会比较顺利,但建议你们多多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,不要盲目跟风,更不要轻易借贷,随着募行进入设手做,年底尤其要留心一点税务和法律相关的问题, 低水不就是护身符了,最后呢,也许有的白羊做几年,格外想要跟另一半绑定,或者希望对方把他们的资源,好处分给你一点,但事实往往是你越想要,结果越得不到,搞不好还会两个人有个搭什么的,虽然你的另一半很棒,但你的合作伙伴更棒,好了,把眼光转过去,去他们身上好羊毛吧,呦嘿, 接牛座,恭喜了我的牛,说到财运,你们就是接下来这两个月里闪闪悠悠悠的大明星啊,我看着都跟着高兴,只盼望你们能发挥得更努力更大胆,取得更多更好的收益和回馈,直接跃升至富婆土豪阶级,说说好在哪,怎么个好法吧,我在月韵中一再强调了, 你们的偏财运就是一个最好的冲锋号,简直就是各种赚钱的机会都分支它来,有的是别人拉你入伙,有的是你脑袋光一拍闪现的灵感,有的是长期积累,真的到了直接生活的时候,从昨天木星换座开始, 你们本来就开启了十二年一度的财富大运,未来整整十三个月,都是可以好好利用,到打吸睛的时候,加上这两个月有日木合相,水木合相,设守新月等等各种好势头,几乎是每隔几天就是一波小高潮,想不高兴都难啊。 所以赶紧,赶紧把重心全部都转移到赚钱上来,全部,首先你要学会理财和储蓄,考虑到个人收入和花相不同,先有一个长期的规划,然后做一些投资和生意方面的布局,放心,接下来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,贵人简直都要到你家来挤破头了,跟银行的往来也会非常顺利, 包括投资,理财,借贷,融资,信用,税务等等,合伙开公司也会取得理想收小,不要怕贷款,如果开公司买房等等长期越境可观的话,是非常值得的。 还有个人的福利提高啊,年终奖啊,同利进账啊,财产分配啊,遗产获得啊,行了牛牛们,你们真的是很强大很富贵了,哈哈哈哈。 双子座,那是吗?未来两个月其实你们是在忙工作的,好像比别人更忙一些,有些时间期限要追赶啊,有些任务想要快点完成甚至提升质量啊,好在帮你的人特别多,所以过程会十分顺利。 那么说到赚钱这个部分,其实是没什么时间,或是专门精力去钻营的。 但首先,你有一些跟别人学习的机会,比如你遇到了一个富豪,或是很厉害的商人,投资人,虽然他们不会直接给你送钱,但会给你送出无价的经验。 你会知道当前市场的需求,知道未来,如果自己做这些事情,如何能使办公费。 所以拥有限的时间,换来了无限的知识,是不是也是极宝贵的,避免走完路的收获呢? 其次就是你工作量的增加,势必也会带来收入的提升。 只不过这个过程是缓慢的,不能一蹴而就的,最后就是投资,炒股方面的一些运气了,下周的这个时候进行顺行。 加上12月7日是手做心愿,你会发现自己手气不错,有些博彩,独育,但这个领域每次我都是顺重给大家交代的。 希望不要把过多精力放在上面,毕竟最后都是概率,即使你概率比别人高,也不能保证次次都有好运对吧,还是好好工作吧。 巨蟹做,其实啊,从今年秋天开始,你就有一些独立出来的创业机会了。 这个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有告诉过你们,但是机会归机会,我赌保守的巨蟹做精力为一些纠结和徘徊的过程。 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即使原来的路线,不会轻易的做出彻底改变。 至于已经改变的那些人,你们肯定在短期内手头是比较紧的,用钱的地方多啊,对不对? 加上今年的两次实相都发生在财富工位,之前的火星灭星也影响了收入,可以说之前巨蟹的钱包是极度不稳定的,有时候明明赚的还可以,但就是有预计爱的支出。 各种花钱的地方和场合,有时候是要自己上课,有时候是要求人办事,有时候甚至父母的问题都要你用金钱来帮他们解决。 反正呢? 挺丑人。 好了,别担心接下来这两个月是用来挥雪的,你就不要想太多赚钱不赚钱的问题了。 先找回内心当中的幸福感,千万别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,怎么别人这么好,我就摔呢? 不要这样想,好消息是年底这段时间你会有一些兼职,外快的机会,反正让你在正裁之余有空间来扩充钱包容量。 可以稍微大胆一点,别主动浪费了好机会。 狮子座,我真的纷纷明白过去十个月狮子座经历了什么,有时候看完未打解的运势,反反复复发现自己,在红星榜单上的次数,就那么屈指可数。 没办法,今年狮子真的挑战多压力也多,比较容易失望和低落,也有一些自己没法左右的事情。 不过马上就好了,啊不,现在就好了,因为沐昕已经过境了呀,昨天就到了你们自我、恋爱,还有点冒险杜伯性质的工妹哈哈哈哈。 这就意味着你们已经走在灰险的路上了,现在是恢复马上就要加速和超越了,所以你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,从年底这段时间,就能看出不少好照头。 很多光明前景已经显现了,只要自信有了,机会有了,事业和生活都算正轨了,财富还会少吗? 如果过去一段时间比较疲惫,那我劝你们就不要勉强自己,还是要劳易结合,把这段康复期,过得最舒适,最自由,相信我,明年你一定,一定会大展前脚,大不一样的。 所以莫不如就抱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心态,如果好事情来找你,笑那就可以了,没有的话也不用太贪心,其实回头看你会发现, 今年的很多不快乐不如意,本剧都是贪心引发的。 接下来这段时间就休息一下吧,可能会考虑买辆新车,或是换个地方调整心情。 处女座,处女座今年财运还是挺稳的,虽然你的工作,环境都有调整,但打得省在一个保守,不但没有丢掉一兵一足,还有新鲜血液加盲,这就是两性循环的好开始了。 未来两个月财运总体而言理想,年底了,你会有一些加薪和升职的机会。 虽然有可能哈,今年奖金不多,升职的名额也有限,但关键是一个热可,老板给你的热可,客户给你的热可,以及实实在在的业绩给你的热可。 这些都会让你的身价无情当中在上涨,特别是16日金星结束夜行之后,正好,正好在你们的正裁功位。 所以这是年底之前的一个亮点,也是你让自己有更大作为,更多收获的关键时机,借着金星不折腾还入庙的东风,能申请加薪的就提出来。 能推动进度,将自己未来获得更多绩效奖金的也别客气,总之你不是从0到1,而是从1到1.5,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,甚至不用付出太多心血,只要资源运用对了,方式得到,就可以事半功倍啊。 金星的顺行还意味着曾经不公平的,拖欠你的也会统统进账,学会知足,见好就收就可以了,二公也意味着原始的积累,所以不要投机取巧,一定要懂得时间的很尽量。 天秤座,其实就剩这两月也没啥说的了,之前的十个月,你们还没赚够吗? 木星都给你带来那么多幸运了,正才的幸运啊,加上天王星五月份的换作,大批量大批量的天秤座们都尝到了有钱,或者说比原来有钱的赶脚啊。 那么如果你说,哎呀,过去十个月我竟做梦了,所以好运过去了是吗? 哎呀,还没有,你还有两个月的空间努力一下,接下来好运领域就换了,这两个月虽然没有支钱力都那么足,但是也是可以奋斗,一下挖掘一下的,比如哈,除了基本的工作收入,也可能为加薪或是你负责的项目好,老板开心了都给你一些福利和奖赏了,加上金星马上就在命宫顺行了, 你个人的魅力和吸引力,将成为最优利的敲门砖,帮你完成一些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,跨越想象不到的高度,所以还是要活跃起来,积极争取。 那么下旬水星会逆行,12月7号重新恢复顺行,这次水星逆行,给你们的影响很大,好在是在财富工的顺行。 所以12月初的一段时间,你们也有机会只要回款,微款,欠款,反正属于你的就会落贷,这一点大可放心。 最后再提醒你们一下,年底在沟通交流方面的工作比较多,好运也都集中在这些方向,你可能会有很多临时的出差,旅行,好好把握机会。 天蝎座,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,不管你平时多讨厌他们,多看不惯他们,但是好运来的时候早都等不住。 您您说沐昕停留到11月吧,好吗? 结果沐昕只是从天蝎的命宫离开,到了你们更喜欢的财富工位啊。 是的,未来13个月,天蝎座就要实实在在的用身价说话了。 这个得意啊,这个快乐啊,啊哈哈哈哈哈哈,沐昕在过去,已经给你们积累了很多好运,包括创业的好运,合作的好运,积累资源的好运等等。 那么接下来你需要逐步把计划和想法推上正轨。 不管是11月8日的沐昕过境,还是月底的日暮和想,你都是跟着形势,跟着业绩整个人水长船高,完全不用担心没钱花,更不用担心跟别人一样。 因为你是金子座的啊,你要发光了吧,上司会给你加薪的,猎头会找到你的,你的公司会扩张规模,有更多人投资,有更多金主看上的。 反正吧,这真的是很难得的时机,几乎是脚踩着滑翔板搜搜,的就往前赶啊,到了12月7日的射手心愿,那更是一次绝佳的提升,几乎是让你用质得一门,笑傲群雄的态度过完这一年。 当然这也是你财富的另一个新开始,可以打开新的计划,或是找到新的赚钱方式,部分人还会在闲暇之余做出理财投资。 但是,如果过去有被贷款,那未来也会轻松很多,甚至你发现这个压力,让你更有动力去改善收入啊。 总之,大天蝎们在这个年终岁尾,正才是一技强力的助推,让你们盆满不满啦。 恭喜! 射手座,来来来,亲爱的大射手们,虽然说今年开年土星,就进入了你们金钱工位,导致你们今年赚钱比平时难点。 背心点,可能会觉得紧巴巴,有些额外支出。 但是好在,木星已经进入到你的命工了啊,十二年一度的大运开启了啊。 那么好,你要问了,这些好运都在什么方面呢? 木星主要会给你带来从里到外的提升,就有种治标也治版的改脚,让你之前的不如意不顺利先一扫光,然后提升个人魅力和自信。 印心,欲望,好运,所有的天使地利人和,都在包围你照亮你啊。 这样说来,金钱真的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。 你现在为了一年把自己提升好,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做好,那还愁没钱吗? 而且我真的要提醒大射手吗?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,该打电的人也是要打电的。 该对自己好的时候更不能犹豫了。 只要别挥霍就好,你已经准备好整装待发,走在时代的前头了,你已经很高调很高调的在努力了,所以暂时就把钱当成身外之物吧,年底了。 开车啊,出门啊,注意不要超速,不要吃罚单,年终奖不会少女的,咱们要笑到最后,才是笑的最好啊。 摩羯座,本来,今年就是摩羯座突破,改变了一年,所有的东西都跟原来不一样的,都没法办法依靠守城来获得,所以也就不要太计较,你最后会得到多少钱啊,多少提拔,或是多少在乎了,因为你需要的是积累,只有量变才能引发质变啊。 其实今年你花的钱不少,不仅是一瓦的支出有点多,最重要的是明明收益还可以,却攒不下钱,未来依旧是要靠事业来带动收入,也就是说,你工作都好不好,直接决定了赚了多少。 就别希望炒股啊,买彩票啊,一夜暴富啥的啦,跟你没啥关系哈乖,但你们事业均很棒啊,因为马上,下周金星就会在星土顶端顺行了。 金星这么一顺,可以说你的职业规划,职业进度,以及职业大方向都是一顺百顺了,简直是城堡发市增长,而且在业内的名望也会越来越打赏,未来你都不用亲力亲为。 总是有人在找你,有人想跟你合作呆,12月7月的水性顺行,会让你的人满,社交也有发展,所以可以在年底干净把眼光放在市场上,要么去开发新产品,要么去跟更多人合作,要么去跨界跨界,要么好好做生意。 总之连结越多,越活越就会有越多的惊喜。 好了,我知道你们未来就是首富了,水瓶座,大水瓶们,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,你们还好吗? 木星在过去一段时间,是很正经给你们提供了工作时来运转的力量,也特别有助于打好明年的一整个基础。 那么金钱这方面呢?只能说是被事业带动的,真的没啥太大的发挥空间了,哈哈哈哈。 不要上火啊,不是所有人都能赚钱一整年的,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,可以做到事业运走高的。 未来你可能会把重心转向社交和人脉搜集,所以势必要有更多的花销,去维护资源维护人脉,让你们自己的各方面优势。 有人看到有人上识,也有人提罚,到年底这段时间,只要过去的工作好好表现,相对赢得加薪,分红绝对不会上,而且总是会有人帮你说好话,让你明明能拿五万的奖金,好了,奖励你,十万。 不过能提醒各位大水平们哈,你们今年底和明年初,仍旧要好好解决家庭问题,尤其在家务市,家人身上花的钱,一定不能马虎也一定不能吝啬,包括你自己,毕竟重点不是赚钱,就不要因为想的太多,心思太重消耗了健康,还是先乖乖度过吧。 双鱼座,这一年我知道你们稍有点忧伤,也有点不平静,怎么说呢,其实人生有点起起伏伏都是正常的,尤其下半年这段时间,你总会谈上各种小事儿,虽然是小事儿但也愁啊,有时候还用口舌是非。 至于金钱呢,未来到年底还是有希望的,所以不要跑错了方向,首先就是16日金星在偏财,投资的功位顺行,所以这段时间还是比较适合整理一下财务,看看今年的的适合收支。 为你年底顺一个规划,如果有想法投资一点货币啊,基金啊,或是借贷,买保险,税务,利赔,那么这段时间比较有好运,但这两个月你的钱都还是少,看到的是一个数。 进账的是另一个,取决于你用什么方式,愣着笔钱接近自己。 就像我说过的,涉及到工作,投资,分红,收益,要先跟别人说明白,不要到最后发现是一笔糊涂账,钱放在那里谁都拿不走,最后争得两败日商。 还有在交流沟通的时候,也需要讲技巧,第一,不要随意相信别人,第二,不要别人套话,否则很可能造成个人信誉,财富上的损失。 总之呢,最后这两个月是比较平淡的过渡期,还是很值得期待一下的,也希望你们保留耐心,起码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好好努力,毕竟木星走到星图顶顿了。 明年的事业是个大主场,fighting啊,抱着潘达走一走,喜欢就软发吧,唱销书作家,知名媒体人,新作,情感专家,潘达,新浪微博,潘达,合作邮箱,pandy5171 at 163,com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m。